接着要帮同学讲解的是104年的写作测验 也是写一封信 所以基本上就是以书信为主的一个写作 这边的信函主旨 这就提示了我们要写出的信件的内容 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些内容来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 即将毕业的Jimmy收到祖母寄来的毕业礼物 好,这个是毕业礼物 这个我们要提出来 第二个 表达感谢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重点 表示很喜欢这个礼物 好,多么实用 要把它的实用性 你是如何利用它 要写出来 最后要邀请祖母参加毕业典礼 还有不要忘了 要写举办的时间跟地点 以及期待它的参与 这些已经把作文的内容几乎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最后面呢 要把信的日期 还有收信人 寄信人 写在答案卷上 已经很清楚地呈现出 你的写作方向了 一开始就要写日期 前面是日期 后面就是称谓 家具就要写一些问候语 比较简单的问候语 因为是写给祖母的 所以我们不妨用这样子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用 Dear grandma 我是这阵子 我是多么的想念你 这样才会有动之与情 我们可以用 How much 是改用红色的一个颜色来写 How much I miss you these days 这是第一个 这一阵子 我多么的思念你啊 那后面已经又提醒你了 我收到 你的这个寄来的 毕业礼物了 很感谢你 好 接着我们就要感谢 祖母寄来的礼物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写 第一个写法是用 sense sense是名词 后面直接就要加for for后面就是加原因 第一个写法 第二个写法 你如果是用动词 那我们就要用这样 thank you 这个for 这个thank是动词 一定要小心 thank加s是名词 马上要接for thank是动词 后面要加you 感谢人 for什么事情 另外有一个写法 也不错 是用thank for 用形容词的写法 是I am thank for to you 好 后面也是加for 像这三种写法 都是不错的 sense for是口语的用法 后面两个是正式的用法 后面就要加这个礼物了 for the graduation gift 这是毕业的礼物 好 什么毕业礼物 那我们后面可以再补充 你寄给我的 要补充说明 后面的句子是你 主词 寄是动词 所以显然是一个句子 那既然是句子 我们就要用关系纸句 来补充说明前面的礼物 连接词 关系代名词 就用which you sent me 因为它是寄来的 所以我们用sent 而且寄礼物的时间点 应该是在过去了 所以我们用过去是 which you sent me 这样子 就很清楚了 当然前面的which 我们也可以用let 也是正确的 接下去 我们就要按照它的提示 同时表示 你很喜欢这个礼物 要怎么去用这个礼物 好 我们转到 第二小段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说 这个礼物 礼物我们也可以改用 另外一个单字叫 the present 好了 现在要把礼物的 名称要提出来 因为它前面 你要表达说 这个礼物多么实用 你如果没有讲出名称 人家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样内容就不会很清楚 我们补充说明吧 这个 一般来讲 高中生所需要的就是 手机 这个手机真的是很实用 所以我们不妨用 同位语的方式 brand new brand new就是一个 崭新的 什么 smartphone smartphone 智慧型手机 这个是额外补充的 这个就是讲这个礼物 所以英文 我们称之为同位语 那这个礼物是主持 后面紧接着要写的是动词 正是我所梦想要的 是 is just just 就是正好 正是 我所梦想要的东西 记住 只要涉及到 你 怎样怎样的一个事物 东西 我们一律用what的纸句来写 这是很棒的一个写作模式 It's just what I have I have dream就是 现在完成式表示我一直梦想的 I have H-A-V-E dream of 好了 讲完之后 我们家去要讲你要怎么去用它 I will 善用 善用英文可以用 make good use of it 好句子出来了 现在我们从自问自答的方式来思考 我将会善用这个智慧型手去干嘛表目的 所以后面我们接触目的出来 当然你要写好的 你不能写我要拿这个手机去抓宝 这样竹母会气死 我们可以用to search 寻找资料 ok 这个做什么的资料 为什么寻找这个资料 是为了你的报告 后面又再加一个片语 for my paper 这是第一个你的用途 当然我们可以写更清楚说 你搜寻资料是在哪里搜寻资料 还可以再加一个片语 on the net 在网路上搜寻资料 搜寻资料是为了我的报告来搜寻资料的 这样写就很清楚了 所以英文都是透过 主要只去先写 然后按照自问自答的方式 添加不定词to表目的的 on是讲说 在网路上寻找搜寻资料 for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的报告 这种写作模式一定要好好的学到 利用自问自答添加的方式 当然还可以用什么 诶 祖母送这个什么 智慧型手机 我可以帮她拍个美美的照片 我们可以用转折语了 此外 when we go outing 当我们或者是 go traveling 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对 I will use it 我会用她 用她来干嘛 前半段 when是表示 时间的副词指句 这个是 先写在前面 后面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指句 主要指句是 I will use it 那你用她干嘛 后面又要加片语了 来帮祖母拍一个美美的照片 to take beautiful a u t i a u t i 好 这个memorable 值得怀念的 值得回忆的 这个 相片 t i c t u r e s 相片一定拍很多 of you 就是你的 这样 祖母一看着这样 哎哟 就很高兴了 这个钱花得很值得 再来 我们用了一个转折语 此外 加剧 如果还有 你比如说 祖母送给你 手机 他希望你打电话给他嘛 对不对 好 我们 再加一个 also 同样的 also also so whenever e v e r i miss you 每当我试念你的时候 这个也是我们额外添加进去的 副词指句 whenever 是不论何时何地 我试念你的时候 i will use it 我就使用它 来打电话给你 to call you ok 很精简扼要 我们加了一个 副词词句 这边也加一个副词词句 那么 句子跟句子之间 我们添加一些转折语 让内容比较流畅 这样子 就比较完整了 好 这是第二小段的部分 下去我们要 讲最后 第三小段的部分 邀请祖母来参加毕业典礼 你要告知 这个举办的时间 其实写作文 就是要很清楚 很明白 不一定要写得多么 这个文雅 清楚表达就已经是很棒了 好了 家具你要讲的就是 讲另外一回事了 讲另外一回事的时候 我们的转变 可以用 by the way by the way 就是顺便一提 顺便做一个邀请 英文就会用 by the way 来带动 好 by the way ok 那么邀请祖母 问人家 有礼貌的一个请求 我们可以用 could you 你可以怎样吗 对 如果前面你要再更亲切一点 还可以加 by the way deal grandma 再把问句写到后面 好 could you 你能不能 拨出一点时间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拨出时间 我们英文就用spell some time 好 来 怎样 to 参加 记住 参加 你的毕业典礼 祖母只是一个观众 这个时候 我们不要用 take a part in 我们要用attend a t t e n d 只要是当观众的 我们就要用attend 所以参加音乐会 也是用attend 好 去上课也是用attend 这个观念要学到 take a part in 是你本身有参与在那个活动里面 但是祖母只是一个观众而已 好 to attend my graduation selemony 好 问号了 你能不能抽空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那你当然很渴望祖母来啦 对不对 i really 你就可以写了 我真的好希望 i really hope 希望什么 希望说 希望说你能够来分享这个我毕业的快乐时光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用词 但是很感性 i really hope let you can share share就是跟什么人一起分享 share with me the happy time of 这个 my graduation ceremony 或者是 the happy time of the graduation ation ceremony 这个是毕业典礼的这个快乐时光 这样子 好了 这个是一个感性的一个描写 家具要告诉他了 因为前面已经告诉你说 要告知确确的举办时间和地点 那你现在就要讲时间跟地点了 随便写一个时间地点吧 it就代替了这个毕业典礼 it will be held 小心不要写错了 很多同学都写了holded h-o-l-d-e-d 那个是不对的 两个写法 一个是被动be held 一个是主动用take place 这个take place就是举行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动词都可以运用 好了 后面加在什么场所 先写场所片语 再写地方片语 一般都是在学校的大礼堂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in the school 我大礼堂 英文是有auditorium a-u-o-d-t-o-r-i-um auditorium就是大礼堂 好下去就讲时间 什么时候 我们就假设 6月大概是毕业的时候 大概我们就写6月10号好了 好 on June 10 10号 ok 这样子 那么后面也可以讲早上 先写早上好了 好 这个 in the morning m-o-r-n-i-n-g on June 10 这个是时间跟地点都已经写出来了 最后我们要写的是期待他的参与 期待某人的参与 他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写法 就是我一直在期待 英文是I am looking 表示进行式 就是一直在期待的意思 I am looking forward W-A-R-D forward to forward to就是期待 这个to是介细词 不要忘掉了 后面要加的是名词 期待你的参加 attent 这个要改名词了 刚刚讲attend是动词 那么他的名词是用attendance A-N-C-E OK 很清楚了 最后要进入 称谓结尾的部分了 你要用Jasmine的名字 好 我们一个最后的称谓 因为是讲祖母 祖母跟我们是很亲切的人 在最后的称谓上 我们常常会用的是 A-F-E-C-T-Y A-F-E-C-T-I A-F-E-C-I-O-N-A-T-E-N-A-L-E A-F-E-C-I-U-N-A-T-I-Y 而且就是很亲密的 在把名字 下去 这个名字就是 用Jasmine J-A-M-I-E J-A-M-I-E 好了 老师做一些修正 刚刚这个地方 用On June 10th 我们要用In the morning off 这个比较好 这是第一个修正 第二个 上面好像还有一个地方要修正的 就是用To I will use it To call you 这里老师有漏打 所以这个地方要补上去 这样才是完整的 OK咯 这是104年的写作测验 帮同学做一个简单的分析